大家好 欢迎收听TikBall 这是TikBall网站所制作的Podcast节目 我是主持人曹浩蓬 我们会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 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 在节目开始之前 如果你有没有订阅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套游戏 Minecraft 现在官方的中文正式名称是 我的世界 这是一款自由度很高的开放世界游戏 玩家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目标要完成 反正就在里头闲晃就是了 尖端已经为这一款游戏 举办了11届的营队活动 而且每一期都是爆满的一个状态 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 为什么要特别办一个营队 来教大家怎么玩这一款游戏 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尖端出版的总编辑 黄庚云和尖端Minecraft营队首席讲师 赖冠宏雷克斯 来和我们大家谈一谈 Minecraft这一套游戏 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尖端总编辑黄庚云 大家好 我是首席议讲师 叫我雷克斯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刚刚应该讲说要讲Minecraft 我不晓得及 因为是你们更正了我的内容 我印象中这一套游戏一直叫 当格创世神 以前我们在写的时候也都一直写 当格创世神 我后来才知道 他现在原来正式的名称叫 我的世界了 那我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这个是其实 这个Minecraft它是从2009年 一个瑞典的游戏设计师 叫做马库斯佩尔松 这个马库斯佩尔松可能很多玩家不知道 但是我们叫他Nutch 很多玩家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是一个游戏设计师 他是在闲暇之余 做了一款游戏 那然后这个游戏 大家都受到欢迎 然后他就自己独自来开一家公司 叫做麻将 我们叫他麻将 就是M-O-J-A-N-G 英文叫Morgen Morgen 就是我是叫他麻将 然后 那开了这家公司之后 然后就会发展出很多版本 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 我要把它买下来 所以这个游戏现在在微软的旗下就是 对 然后最初台湾这个 还没有正式官方名字的时候 当个创世神是他的俗称 后来那个微软买下来之后 他有个正式名称就叫我的世界 因为他叫当个创世神 是因为你在里头你可以 就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世界 对 就属于你自己的世界也好 或者说你想要做 你想应该是说他很自由 就你想做什么事都可以 可不可以举例你想做什么事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想盖房子 他有创造模式 他有各式各样的材质 有石头 有砖块 然后有红层黄绿蓝电子 各种各式各样颜色的东西 你可以盖你想要的建筑物也好 或者说你想要制作 你想要场景也好 就是你想要把整个迪士尼乐园都盖出来 都没有问题 就是他提供了一些东西 如果你想要盖房子 你就去盖房子 除了盖房子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叫生存跟极限模式 他就有点像是打怪链等 然后去换取你身上的装备 升级你身上的装备 所以他也可以在里头打怪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更厉害的 就是他里面有类似像红石线路 有点像是我们 你说什么 红石 叫Redstone 红石 红色石头 红色石头 那他有点像我们现实世界的基础电路 对 然后他你可以去控制他的一些 就是你可以设计一些简易的机关 或者说你要 你要做比较复杂的机关 像自动门 感应门 然后或者说 有人甚至可以在游戏里面做出一台电脑 就在里面做运算 对 用红石机关做 这是他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 等于说现在大部分你 你进到了那一个游戏世界里头 那就真的像刚才讲的一样 你想干嘛就 对 所以创世神的意思有点像是 我是上帝的感觉 对 因为我可以创造任何东西 对 那现在开放世界的游戏 其实非常多 就是 那这一款跟其他像什么 刺客教条 避邪空杀 或GTA这些游戏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些游戏看起来 也都是一个开放世界 然后也是玩家可以在里头 为所欲为吧 对 其实就是 性质上 对 像自和教杂乌之山这些 他们可能就是世界很广大 他没有什么切换 有些世界可能是做区隔的 然后他这个世界是开放的 所以他世界很大 麦块也是很大 但是他不同的是 他的世界是由一个一个方块所组成的 对 就刚刚那个雷格斯讲的 他是一个一个方式方块组成的 我们可以把它统成为 把它想成四个肉体 也就是说你现实世界 无论任何东西 他都可以有各种方块去组成 去模拟它 去做出来 他就好比说像是虚拟版的热膏 对 我正想讲这个东西 因为你看起来一直都是把东西给组合 或堆叠成你要的东西 那有点像是个像热膏那样子的游戏 那你看热膏现在也给了很多那种机械动力 你也可以做出很多会动的东西来 对没错 这个就是肉体 这个我把它讲的是肉体的部分 那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可能这些游戏 这测试教条游戏没有的地方 就是刚刚那个雷格斯有讲到 就是红石的地方 红石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给他赋予灵魂 就是说他 他有一个能量源发信方块 把那个能量传递出去的时候 他可以命令在远处某个地方 做某个事情 就是说他是完全自动化的 你如果设计好之后 他是完全自动化 还有他第三个 就是他有很强大的第三方程式去扩充一些东西 对 因为像有的玩家会利用写插件去扩充 就是你单纯游戏以外的游戏体验 所以官方允许的吗 允许 就是官方允许 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 就是对我们来讲 我更觉得它不是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更觉得它是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创作的平台 就是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把游戏分成那个RPG 什么SLG什么的 对它都是一个类型类型的游戏 但是这一款它可以去做出任何你想到的类型的游戏 没错 有了肉体 有了城市 有了灵魂 它可以做出任何你想要的 所以我觉得你刚讲的那段还算 就是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说它像是个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 或者它也允许 它也允许玩家外挂一些plug in上去 对 让它变得更丰富 甚至它还有一个叫材质包 就是你可以去改变它方块的外观 因为我看那个游戏的界面的图案 这款游戏我没玩过 我已经讲了 所以我查看的时候 看起来就比较像是那种 真的比较像是个积木的造型 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刺客教条 比较写实 那些都已经很像真的了 就好像你看那个游戏画面 跟在看电影一样 很飘 风会动 光线会跟着变 Macraft的游戏界面就比较像是积木 感觉比较像积木 然后立体 如果你把它远一点看 它就会像马赛克 像像素型的 对 那你刚刚讲说 它有几种不同的玩法 一种就是创造 盖东西 然后一种你也可以打怪 练功 互相砍来砍去的 另外一种是你刚刚讲说 可以做一些 因为有能量源 可以做一些像是机械动力 就是机械动力 练入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都在同一个世界里头 还是说大家会把不同的玩法切开来 就是说我单纯只是想盖房子 我不想被人家打 我也不想去打人家 一般的话是玩家是会自己会去分类 就是我单纯想盖建筑物 那我就是他们有一个叫伺服器 就是如果我们如果说有人创造一个伺服器 那这个伺服器是否给创造的 那他就是很和平 就玩家进去可能不会互打 他们就是互相合作建造东西 那可能他们会开一个独立伺服器 是给想要打打杀杀的玩家进去 但是如果这个打打杀杀的玩家 跑到另外一个伺服器里头去 也可以把那些人都干掉 也可以 那像麦块 他还有另外像我们刚刚讲 第三方程式 这一块就是他可以去设定说 玩家进到这个伺服器里面 他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OK 对 所以如果有一些爱好和平的人 我就可以设定一个很和平的伺服器 让他们进去 但是基本上你 就除了撇开这种限制之外 你还是可以进入不同的伺服器 去做不同的东西 但只是说现在玩家基本上会把 不同的类型的人 可能他们会进到不同的伺服器里头 去做不同的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Microft其实他有 我查知道的时候看到他说 他有不同的版本 而且最早的时候这些版本还互相不相容 有 那不能连 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现在他们就是 我有人在主推一个叫机延版 他把所有的手机啊平板啊 那个像是家用主机啊 Switch啊都通通都统合在一起 OK 叫做机延版 因为最开始是Java嘛 对不对 那微软现在已经稍微把它版本 稍微同意一下 对 机延版它创造一个平台 就是算是一个可以让很多玩家 进去创作的一个平台 然后就是藉由这个平台 你玩家制作一些地图 上传到那个平台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获得一些利润 那你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去办一个营队 来教大家这个游戏怎么去操作 因为一般 台湾展一般游戏都有很多的指引啊 guide line啊 甚至在游戏里头就告诉你要 要怎么做了 那为什么要特别去办一个营队来教 就是当初起心动念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买块里面就是太自由了 就是 自由到他怎么玩 自由到就是说 其实他有一个部分 他其实是适合小朋友去 可以教导一些小朋友一些东西 像这个雷克是最有经验的 像我们其实这个课程 主要不是教他玩游戏 而是启发他对创作的动力 这样子 所以那你们在里头都教他做什么 其实教的范围还蛮广 像最基础就是美术啊 美术指引 然后像建筑 教他们怎么利用里面的方块材质 然后去参考现实的建筑物 可能把你家附近的公园盖出来 比如说把你自己家 把你自己家格局配置出来 然后你的房间你想怎么改造 可以利用游戏里面去做改造 这样子 然后再更大的一点的话 就是你可能盖自己家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招呼亲朋好友 或者自己就是他们分组 来从独立移动建筑物 然后盖到一个街区 甚至盖到一个世界 然后教他们怎么做世界的规划 城市的规划 街区的规划等等 所以你们这个营队 一开始是为什么想要办 就是因为他里面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做书 做书 对啊 就是我们是出版业做书 做很多书 然后书其实很多购买的租金 就是小朋友 代表说他小朋友对这个有兴趣 的确这个家长也接受 其实帮小朋友买书 就是家长付钱 那家长接受的话 代表说他有这个需求 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 玩游戏是不务正业 对 但是显然这个游戏里头 是让你去做各种的创造 然后启发你的 不管是艺术 或者是一些美学之类的概念 所以家长基本上也都接受这个事 对 然后就说那不如看书 那我们不如更 继续再加进一点 就是跟小朋友有一些互动 请 然后 其实我们跟那个MTW就合作 合作很久了 然后就请他们来 来一起看一看 教一下 想出一点东西来教导小朋友 我补充一个就是 像刚刚讲除了建筑物之外 因为有些小朋友 其实他对历史 甚至可能 因为小朋友他们 跟学校课业怎么做衔接 我们会偷游说 像历史地理人文这个方面 那像比如说 你想要盖一个中世纪建筑 假设说我今天想 我看了魔戒 我想把魔戒里面那个场景做出来 那我们可能就会 去启发他们说 你想想魔戒是中世纪 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们历史中间 有一个中世纪的时段 这个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之间 做了什么事 他们的建筑 为什么会这样子盖 那他们就会去研究 他们有兴趣就会想要去转 因为我想要盖一个中世纪的房子 所以我去看了中世纪的历史 或者是相关的文献 那进而他们其实就对这个地方 就是这类的知识领域就会增加了 所以你们的营队都一直针对小朋友吗 主要是针对小朋友 就是针对小朋友 就是针对小三到国二国三都有 小三到国二国三 那整个营队大概多长的时间 从2017年夏令云到现在 对我说一个营队需要多长的时间 是五天 对五天 到分都五天 一到五天全天 对整天 那他上完课之后 他可以独立作业盖出一栋房子来 大部分是可以 那你从独立从完全不会到独立上手 差不多就是五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其实有的更快 甚至一天 当天晚上回家 对看程度 有的家长就来 哦小朋友好厉害 你原本不会玩 然后晚上回家就盖出一栋房子 来跟我分享 OK 现在的游戏通常一般要嘛就免费 但是你想要进去里头玩得很开心 要一直不断的课金 不然就没办法玩下去 那像这样子 像Macraft这样的一款游戏 他的运作模式 就说如果一个小朋友或一个新手进去 他不课金玩得起来吗 他是买断置 他就买就付 台湾就是800块 就是PC加法版800块 那手机版可能就300多200多 他其实就是买一个序号 然后他到官网注册 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终身游玩 就这样 对就这样 所以不是里头买专块要给钱 对不用 那这样我觉得听起来算有蛮有良心的 对啊 而且你说800块 对就PC加法版 现在随便一款游戏都不太有这种价钱 都买一千两千多 OK买序号 你看这个游戏2011年就开始上线玩了 对 如果有一个玩家现在才想要进去玩 会不会太晚了 不会 真的吗 大家就被虐杀 也不至于 因为他就跑比刚刚之前讲 他有很多种模式 甚至他还有单人模式 就是你如果说你不想要跟太高等的玩家玩 你会自己玩自己的 对可以自己玩自己的 这样子 自己玩到很熟练了 再继续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发讯息给你们 然后问说要不要来聊这一集 是因为有一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就聊聊聊 他就聊到说他小孩子有参加这个营队 而且也他好像真的从小三参加到国二 然后每年都来 是哪一位朋友 这个我认识 然后呢 他说后来就是因为这两年不是因为疫情吗 对 他说疫情 尤其是去年 去年动不动就三级警戒或干嘛 所以很多毕业典礼就没有举办 结果他们说老师就拿了一张图 问他说你能不能盖出这样的一个地方来 然后他就真的在Microver里头 照着那张照片 盖了那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他们班人就在上面做线上毕业典礼 然后听到以后我就突然觉得 这实在太有趣了 所以我就赶快发信给总编辑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来聊 这件事情 因为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东西 我把一个场景搬到了虚拟世界里头去 但是我的人都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以前对大家来说 其实不是什么太新的观念了 对不对 早个20年在玩那个什么线上RPG的时候 就一堆人都在线上活动了 那感觉就像一个大型的聊天室 只是那时候的场景都是人家帮你 就是游戏公司帮你做好 对游戏公司帮你设计好 但现在你有能力自己去设计一个场景 让同学 让朋友进来这里头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迷人的地方 那我只是不知道说像你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了 你们有学员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回馈吗 回馈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有的小朋友甚至他们课程回去之后 他自己再去找他的朋友群 然后做了一个设计了一个RPG的游戏地图 然后分享给我们 说老师你觉得我盖这个场景好看吗 你觉得我这个游戏好玩吗 你要不要玩玩看 他们会去把我们课堂上学到东西 或是他其实有的甚至是我们课堂上给他的启发 他回去找了这些文献资料 再做出更复杂的 更丰富的东西出来 更丰富的作品出来 其实我都很想 因为我自己没玩过就有点好奇 就是说通常这样盖到底需要多少的时间 这个我也没办法去很 怎么说就是很果断去很定手 他到底会划断 因为有些人可能盖的速度比较快 或者说他的空间概念比较好 他比较容易上手 有些人可能会他需要摸索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盖 所以如果快的话 其实像一栋房子 可能假设说我盖一座中世纪的城堡 快的话可能两三个小时 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就盖完了 有的可能会花一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还盖不完 我的问题是说他的操作过程复杂 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上手的吗 其实非常容易上手 可能小学一年级或是说还幼稚圆的 你只要跟他讲基本操作案件在哪里 你不能拿小学 现在的小朋友都是这种数位原生的 我们有这种体会 这个东西给他一摸 他马上就轻轻框框 你去找个像这种中年人 搞不好他还稍微要理解一阵子才知道怎么弄 你小朋友玩这个比大人厉害多了 他们很厉害真的 有些那个比如说就是刚刚有讲到小朋友厉害 我们有开进阶班 进阶班 进阶班 进阶班因为我们要筛选一些学生 我们有做个测验题 因为进阶班的课程是比较难 做这个测验题 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回馈说 你们要答完题之后要60分以上 才能适合这个进阶班 那结果那我说 那这样门槛太高 会不会找不到学生 所以我把那个分数就降到45分 小朋友说太瞧不起来了 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发下去之后 每一个小朋友分数都到70到90分 你就知道这是那个厚生可畏 不是你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是跟电脑操作有关 都是那种指令 指令有关的 跟麦块 麦块里面也有指令 他里头有指令 然后就问一些指令 然后甚至问一些第三方程式的问题 我们会问比较专业性的问题 所以这些人是一开始本来就不会吗 还是已经会了 想要来听听人家怎么怎么讲 有大部分都是从很 就是一开始我们第一期的时候 那像刚刚我说的那个朋友 他参加了好多年 那每年学的都一样吗 不会吧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对 然后我们会针对主题去 引导他们 我们不能说教导 是引导他们 去启发对这个主题 不管是历史也好 美术也好 建筑也好 甚至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第三方程式设定这些概念等等也好 就是启发他们的兴趣 那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小朋友蛮厉害一点 就是他们很会利用 应该这样怎么讲 就是他们很会去寻求一些资源 比如说他们可能遇到什么 不会 他们不会主动问老师 而是他们会先去Google 然后去讨论区 对 然后去讨论区 开始 然后可能遇到问题的才会问我们 老师那个有人讲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你刚讲说 你可以买各种不同的版本 他到底是一个线上游戏 还是一个离线游戏 就是他所有的data 是在你的电脑里头 还是在云端的server里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应该这样 他有分线上跟单人 那单人就是data 都在你自己个人的电脑里 那如果线上的话 就是他 因为游戏其实很开放 他线上游戏不是官方的 他是让玩家自己去下载 官方的一些开伺服器 要的一些database 对自己开伺服器 所以其实麦块 他还有一个跟其他 像刚刚讲这些游戏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伺服器端都是玩家 开伺服器的福祖 很多都是玩家 也是玩家 对 就是我有一个好的设备 我想要邀请更多人来玩 所以我就会开一个伺服器 让邀请一些高手或是好手 来我的伺服器游玩 那像这些资料 就会存放在开伺服器 辅助他的 OK 那如果是这样 万一哪一天 他把电脑给关了 大家 对 大家都没得玩了 而且你里头 你当初花力气盖的东西 也就没了 也就没了 对对对 这是另外一个 可能 风险在这边 自己稍微玩之前 要注意的东西 对 那这里头有什么 如果这游戏 已经上线了10年了 他有没有一些比较 令人动容的故事 还蛮多的 真的吗 对 要举例 短时间很难举例 什么意思 因为他怎么讲 从最早到现在 其实我们听到的故事 太多了 因为我只听到 有人把什么 一个大安森林公园 整个完整的盖出来 有 然后现在说有人在号召 要把整个地球给盖出来 对 就现在是Build Earth 还在进行中 对还在进行中 然后还有就 要把整个地球盖出来 那得花很多时间 这个真的蛮厉害的 这个蛮花时间的 像我们其实 而且他们盖的是一个 1比1的地球 对1比1 那像游戏其实本身也有限制 就是他的空间 比如说高度最高到256 对 然后以现实来讲 我们会换算成公尺 因为他其实一个方块 大概就是现实世界一成 一立方公尺这样子的大小 对 那如果说盖出1比1 那有些高度 可能要突破游戏的限制 那他就用第三方程式去突破 对 所以架伺服器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用第三方程式 去突破他游戏本身的限制 那玩家就可以再创造出 更无限的可能 对啊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有一个 1比1的地球在里面 那真的是 对 那像我们之前也有尝试过 想要盖1比1的台湾 对 这工程应该也太好打了 太好打了 那大家就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 这还在盖啊 还在盖 那现在盖到哪里了 台北盖完了没 还没 连台北都还没盖完 对 只是这个游戏蛮好玩 就是因为你会有这样的动力 所以像我们就可能 比如说想盖个总统府 我们真的就会到实地去考察 那在考察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还有哪些细节 我们没有发现 如果你真的要 真的要更讲究 对 我们就会去查 甚至我们会去查文献 直接去图书馆翻文献资料 那我们其实想要启发小朋友 也就是这一个 对 你因为想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去专业 我给你这样子的动力 我启发你这样的动力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这个东西 盖得更仔细更漂亮 你可能就要去查更多的资料 你才能够尽可能的还原它 对不对 对 或者你要盖这个东西 它可能有一定的长宽高比例 你比例如果不对 这东西就不好看 对像长宽高 像我们有遇过说有家长回馈说 小朋友因为玩这游戏数学变好了 数学变好了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除了像我们刚盖房子 除了它可以 应该说它游戏本身就是让你一个一个慢慢对 但是你要盖一个很大的面积 你一个一个对可能一个人的时间能力也有限 所以有人就开发出一个叫做小幕府的外部城市 它有点类似像就是打用指令去盖房子 那像小幕府这城市 它里面有一个 它可以用三角函数去完成一些复杂的曲面 那有的小朋友就是为了想要去做一条高速公路 他去研究三角函数 甚至跟我 就是跑来跟我 老师你觉得这个X 然后开始函数开始跟我讨论函数 我要做出这样的曲面 到底这个X要多少 这个对 这个 变成突然有动力 对对对 我们早年只有说为了打游戏去念英文跟日文 对 他们现在是为了打游戏要去学三角函数 然后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说 以前我数学三角函数一直狂被当 可是如果那个时候就接触这个 我说不定三角函数是满几分的 没办法 这时代不一样 工具也完全不一样 那这几年办下来 你们这边有什么心得 就是刚刚有讲了后生可畏 很多小朋友英文程度 那个就是求知的欲望 就是超过你的想象 对 还有就是说 就是你会看到 你会亲自接触到一些这些小学生 他的潜力 因为他会突然变得主动起来 然后他的他想要求知的欲望 然后他的潜力在哪里 你都会在第一时间就是进去看 那你就是这些学员他可能就上这一堂课 那闭了业之后后续跟你们还会有一些什么交流或回馈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先上班会有创意一个那个毕业生交流频道 然后这个频道就是你班级举行完之后 你有什么想要跟同学什么组队啊 或者是什么想要 想要交谈一些买快的事情啊 甚至非买快的事情啊 那个频道都可以去让你去 去发问啊 那很多小朋友也会要来找老师发问 也就是在那个频道发问 对 然后他们最简单讲讲白点 就是你揪团就到那边 小朋友平时他没有朋友可以找人到 组团到买快里面 然后你那个频道可以 就是我们会给他一个可以交流的空间 对 然后我们可以让他说 比如说因为我们开好几班或好几届 比如说第三届可以跟第一届小朋友交流 那个都是共同的 对那或是说有小朋友他可能参加好几届 他的经验比较丰富 那有小朋友刚参加 他可以利用这个频道去 去寻求一些知识 或者说他可以分享他的一些东西 在你们的案例里头有 因为小朋友参加完营队之后 爸爸妈妈也跟着进来玩了吗 爸爸妈妈是没 那没有啦 但是有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玩 这个是我有听到的 所以你们现在营队也没有成人班吗 对不对 目前没有 成人不需要的 刚那个频道就是我有个小故事 因为最近那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有些学生在居家 那我有一天就是心血来潮 想要了解说 到底目前居家的学员有多少 我就在那个毕业生频道说 我现在居家上课的答有 结果我本来以为很少 结果我啪啪啪啪开始喜评 有有有有有有有 超多吓到 对 赶快叫他们赶快叫他们赶快回去专业上课 不要不要来这边 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好像说营队也有线上课程跟线下的课程 对 那这两种教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学员的参与度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他主要就是说 像家长也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从去年开始 疫情的关系家长也会 就是有感受到说 老师教课也是很辛苦 但是他会有家长会感受到说 有一些工作分担到他们身上 然后家长会对线上课程会有一点 说好像很累的感觉 变成说小朋友硬体设备的问题 家长可能要协助解决 对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现场去帮他们协助这些问题 那也就是说家长会有这种概念 但是我们的线上课程 跟那个私立课程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小朋友喜欢买块 他是以喜欢买块的出发点 去来上我们这个线上课程 那代表说他对于上课 他上课的时候专注力就不一样 然后可能一般 一般学校上课的时候 家长会担心他说 他可能老师在上课 他可能在下面看漫画 但是在我们的线上课程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例如说就你教学的角度来看 实体教起来比较简单 还是线上教起来比较简单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实体有实体现场的互动 对对对 他差别就在说现场互动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受度 那线上其实有个好处就是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比较 因为我们实体可能一个老师要顾十几个 对那线上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分担说某些老师去特别关注一些 他没办法融入群体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去one by one去带他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实体还有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跨现实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还有地域性的问题 像我们之前办实体班 我们有遇过有的同学是大老远从桃园新竹过来 对然后光通勤 我就听听他讲说我早上午点就起来了 对对对对 现场课程比没有地域的限制 对所以可能中南部的 甚至我们有遇到国外大陆的 对像马来西亚的都来参加这样子 所以但是就就教学来说其实是还好 内容其实都差不多 好吧那在你们教了这么多 教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 你觉得Macrave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如果今天还有人要来进入这个游戏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建议 应该是说就看你玩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对你是单纯想要体验打怪 变等的那个成就感 还是你想要创造一个世界 有人会特别想要来这里打怪吗 也是有啊 真的吗 也是有 对我们刚讲那其他的游戏 应该更适合打怪吧 因为像如果说以打怪来讲 麦块他相对来讲 他比较简单 就是如果有些人就是会怕 会不会怪太强 我打不过 对那麦块他就是有比较基础的 可是这个怪是什么 是官方给的吗 官方给的 官方给的 就是你可以打打一些小怪 然后赚个金币 或者是说跟里面NPC的村民交易 然后你的东西越来越多 有个想要这样成就感 有人会想要这样 有人就是我来 就是我想要创造一个东西 我觉得听起来 好像大部分都是进去以后 盖房子比较多了 不一定 真的吗 真的吗 像玩家79分 就是有分玩打怪的 然后有分玩创造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这个就是透游伺服器 就像我们这样子 有地方方城市 或者说我们去设计一个游戏 有人就是专门去玩 我们叫PVP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固定创作者 会去创作一个 我们不要说他游戏 在这个平台里面 再去创作一个PVP的游戏 让想要跟玩家互动的玩家 进到里面 自杀 就去PK 对就去PK 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就是他 想象空间很大很自由 所以你刚刚讲说 要进来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就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 如果说你想玩PVP 你想要我跟玩家PK 那我就会建议他 那你就是买一个账号 然后你去Google PVP的伺服器 他就会给你很多 国外国内 就是有哪些伺服器 专门在玩PVP的 天哪 我真的觉得听起来 听起来这种复杂程度 真的适合一般人进入吗 好像感觉他要搞清楚这些 脉络跟游戏规则 就得花掉不少时间了 其实也不会 就是看看你当最初 最初你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也是买个账号 然后回家用当然游戏慢慢玩 玩出新的再开始去跟外面的人交流 但是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那些自己创造 自己盖东西 自己盖各种建筑 或者是说什么 复刻一个一比一的大恩森林公园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感觉 因为这个地方是跟其他游戏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新闻会比较报道这些 实际上我们营队的学员有做过一些调查 就是说你喜欢课程上的哪一部分 PVP和建筑的各战一般 对对对 真的吗 没错 大家一直很近距离头对战 对 因为我们其实课程除了刚讲教学外 我们也会设计一些 针对主题去设计游戏 有像打怪游戏 我们会设计怪物 我们设计他们的武器 其实武器不会是官方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我们会设计 像PVP的对战 很像有之前有玩枪战的 然后有玩那个就是 层对层 就是两个工程 对工程这样 工手战这样子 所以有的小朋友就是 刚刚跟云总编讲 就是回馈 我觉得PVP非常好 有一半的就是我喜欢改建筑 所以他已经是把各种不同的游戏的类型 你都可以在这里头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个部分 对那因为更有感的东西是因为你可以创造 对可以创造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盖一个大安森林公园 让大家在里头PVP 对对可以 甚至我可以把大安森林公园变成RPG世界 对可以 好吧 如果等一下节目下线之后 我马上去注册一个MacCraft的账号 我要从哪里开始 你可以试试看从创造模式开始 创造模式 对然后可以把 像我们都是都在上班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工作环境创造出来 你先把自己的办公室盖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跟同事讨论说 你觉得我的办公桌旁边要摆什么 在那个节目里头说 我上班要去盖MyCraft 他说没有 我是在规划我的办公空间 OK OK 好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听起来是一个还蛮有创造力的 也能够激发学习跟想象的一个平台 所以你应该也很鼓励大家的小朋友都去尝试看看 对不只小朋友 大人像我们出社会也都可以去尝试 因为我觉得以前也许有大家不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但听起来感觉就是你可以在家堆堆积木 然后盖出一个你理想中的一个世界出来 对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也谢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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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